哈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爱玩vlog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vlog薪水宝贝 首先我们要有一台轻便的微单用来录视频 其次我们要有一台高性能的笔记本用来剪辑视频 感觉还少点什么 没错,麦克风 天后觉得麦克风相当激乐 可有可无 直到有一次旅行中临时起义举办了一场露天演唱会 感觉非常惨淡 完全没有一世的美好的mv里面的那种感觉 从此我就意识到麦克风的重要性 以下是我用罗德麦克风第一次录制的视频 大家看一下效果 现在在游轮的最高层15层威尼斯花园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纳坝岗了 这是在一个台风天的户外录制的风噪特别大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视频里面的声音依旧清晰 天哪,火好大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画面里我被风吹的漫天飞舞的秀发 不用不知道 用了效果真的吓一跳 这款罗德麦克风非常小巧轻便 然后我们一端连接在微单的热靴上 另一端我们把它连接在微单的麦克风接口 非常方便 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体式的电池仓设计 据说这块电池充满电能续航100小时 非常赞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5号电池 两节5号电池来代替 5号电池大家大街上全都可以买到 非常方便 还可以用USB接口来充电 所以一台麦克风可以有三种供电模式 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开关机功能 平时我们用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忘记开机或者忘记关机的状态 非常尴尬 忘记关机就是当你想用麦克风的时候 它没电了 忘记开机就更尴尬了 突然世界变得好安静 所以有了自动开关机功能的话 是非常赞的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有点想见忘的博助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 下次见